過來,Winter 過來 我跟你說,拋製你 你在這裡等我 Winter Winter在這裡 我放手了 為何你會跑得慢我 Winter Winter,來 水水 喝完水水之後 就輪到我接受這個挑戰 我今天的挑戰就是 幫Winter洗澡 大家隔著鏡頭 如果嗅到它的汗味和臭味 是嗎?先嗅嗅 嗅嗅 嗅嗅 嗅嗅而已 你也知道自己臭了 過來 來,來 來 好,我決定幫她 洗澡 沒錯,我今天的挑戰就是洗澡 我作為這個小狗的新手媽媽 但在幫她洗澡之前 大家已經看到我 弄得自己濕透了 因為我忘記了這個按鈕 還是這個按鈕 是開了快 剛才我整頭淋下來 我已經弄得很餓 好了 現在就欠缺Winter Winter Winter,過來 洗澡 對了 我想一定要自己也試一下水溫 這麼不激 是跟人洗澡的溫度相較 Winter,過來 過來 對了,這裡 過來 不是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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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喝的 不是喝的 是喝的 是喝的 是 哇 我決定夾住她 不要動 但是又不夠高 哎 拿到了 好了好了 不要動 不要動 喂喂喂 啊 到我開動了水成功的時候 你又跑掉了 快點快點 全身都濕透了 Winter過來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能夠第一次幫你洗澡 你很不合作 我是不是想一些方法去炮製你 我已經想到了 你留在這裡 我跟你說 炮製你 你在這裡等我 Winter 剛才我說來炮製你 你看看我帶了這個神器來炮製你 不過除了我之外 我還帶了一個專業的美容師過來 Hello Connie姐姐你好 你好 我今天要挑戰和我Winter洗澡 剛才我嘗試過 你看看我 對 裝束都轉了 剛才濕透了 今天請教你 好 好 這個神器交給你了 好 讓我幫你示範 好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大家在家洗澡 建議大家可以買一個絕盤 其實它的作用是幫你鋪著小狗 小狗就沒那麼容易走失 好 我們用的方法 其實就是先套過它的頭 然後遮起一隻手 這樣就鋪著它的架底 因為如果你鋪著頸 很怕會搖傷它的頸 好了 現在就調整好水溫 剛才我跟人洗澡的水溫度差不多 是否這樣就對了 給人洗澡溫度再遠一點 大概是38度左右 我們洗澡的時候 一般用花灑頭貼著皮膚沖 一來你也可以把髒髒逼出來 很多小狗都怕洗頭 所以建議你們可以用杯子 裝一點水 然後在旁邊淋上去 或者用一個可以 這個 就是這個 這樣淋濕它 是頭部的位置 對 當你淋濕了海鹽之後 可以慢慢地幫它擦 其實我們不會那麼害怕 幫小狗洗澡的時候 最重要是記住鼻子不要入水 因為他們很怕鼻子入水 例如可能要抬一抬頭 這樣幫它洗 就是讓它不要 水就沾濕到鼻子 是啊 其實小狗也是 小狗也是 譬如我們用水櫃去幫它洗澡噴水 也不要看它面對面噴它 都是由膏灑下去的 噢 他們都不喜歡鼻子的洞 是濕了水 好了 現在是不是要加這個 狗仔用的shampoo 對 之後你就可以開始 用狗仔用的shampoo 幫它擦身 記得清潔的過程 盡量用指尖 不要用指甲去擦去 否則皮膚就會痛 用指尖幫它按摩 順手擦走 還有髒 那它的重要部位 特別是屁股 對 整天都泡泡之後 應該怎樣沖去呢 其實最重要 它有幾個部位 建議你們一定要擦乾淨一點 包括屁股 還有腳底 還有去頭 嘴邊這些位置 因為嘴邊這些位置 很多時候吃東西都會比較抄 吃得很髒 對 還有頭頂很多時候 主人可能會設定牠 我不會的 說是不會 很多口水 但不斷疼疼牠 完全不喜歡牠站在那裡 牠頭越來越重了 你想坐在那裡睡覺嗎 不是你想躺在那裡睡覺嗎 當你確保所有肩膀都已經過了 就幫牠下護髮素 塗勻牠整身 但你都習慣了 跟牠們洗澡會弄得全身濕透了 其實正常一般狗仔 沖慣之後都不會弄濕我們身 因為很多人都會頂頂 就這樣坐在那裡 但Winter還是BB 所以始終還有少許動 其實在下護髮素的過程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順便幫狗仔 按摩牠的身體 這樣就可以令護髮素更加深入 下去牠的毛髮 同樣地過水方法 就跟剛才一樣 但唯一最重要要注意的 就是護髮素的一架 是我們最後一架 所以你一定要徹底清乾淨 如果不是長期在牠皮膚乾淨 牠就很容易有皮膚病 剛才洗乾淨 剛才洗乾淨 就說慶應用毛巾擦乾牠 之後都要吹頭 對呀 但牠這麼大隻應該有時間吹吧 大約吹15至20分鐘左右 牠身上的毛其實都短 是Winter 所以其實都不用太長時間 那調溫度呢 一般正常就暖風可以了 要注意的是 其實等一會吹頭的時候 我們就記住要調小風一點 因為很多狗仔 好像Winter 特別像Winter 牠都很怕風筒聲 所以去到耳朵的時候 我們就調小風一點 但是呢 等到耳朵位置 我們就會用兩個工具 這兩個工具是什麼呢 一把就叫針梳 一把就叫排梳 用來幫牠梳直一點毛 以及過清楚 看看有沒有結 可以開始吹乾牠一身了 一邊吹這隻手 你抱著牠可以順手 一邊擦乾牠的毛 好了 吹到現在 其實差不多八成乾了 我們就可以拿工具幫牠梳一梳 梳的話 我們就可以扶著牠的耳朵 一層一層這樣慢慢跟牠梳 記住外面要梳 裡面我們都要梳 還有記住 這些針是硬的 所以你不要刮下去皮膚 過程都要溫柔的 梳完之後我們再吹乾就可以了 成功 我今天還會衝動 成功嗎 也算成功 你真的很有愛心